首先呢我们今天先来看一下 美国又说呢有一场冰推 推完到底得出什么结论呢 因为大家不外乎想知道 那请问两岸发生问题 这场冰推到底谁输谁赢 结果答案是什么呢 让我先来卖个关子 我们先来看这则新闻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 你知道这个冰推一推 可是两个小时哦 而且冰推前还先跟媒体预告 告诉大家说我们要冰推咯 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 他的结论是当贺祖失效时 没有人是赢家 好那民主党的议员说 美国最终都会取得胜利 只是战争的代价对各方来说 都太高昂了 我们先看这则新闻 等一下我们请我们蔡远远 帮我们来分析 这场冰推到底推的是什么 有没有道理 大陆解放军环台军演 新竹空军基地幻象2000战机 起降频繁 执行空中战备巡弋任务 CNN报导指出 环台军演是大陆解放军 全面性针对台湾本岛与四周海域 锁定关键目标的模拟攻击演练 美国中情局局长先前也指出 习近平指示解放军备战台海 而在军演后 美国众院中国特委会主席盖拉格 在华府智库CNAS 兵推模拟大陆进犯台湾的场景 并在兵推结束后表示 这场推演模拟的是 如果印太区域贺阻失效 会发生什么事 至于兵推结果他并没有给出直接答案 但他认为从某种层面上来说 当贺阻失效时没有人是赢家 同时强调台海冲突代价 仍是极度高昂 美方因竭尽全力贺阻中共犯台 避免战争爆发 并协助台湾自我防卫 这次呼吁众院议长麦卡锡 在加州与蔡英文总统会面后 所提会持续对台湾军售吻合 同样参与兵推的民主党首席议员克里什纳穆希则指出 美国虽然最终都会取得胜利 不管是什么冲突美军都能击败挑战 但战争代价对于各方来说都实在太高昂 他也表示他们从这场兵推学到 台海爆发冲突是他们永远都不愿看到的事 美方希望能避免冲突赫阻侵略 用尽一切方法确保局势不会沦落至此 而今年1月美国华府智库CSIS做的兵推 结果同样指出台海爆发战争代价惨重 美国华府智库兵推多次结果都指向战争代价惨重 盖拉格强调要竭尽全力强化震哲和赫阻态势 以防止台海战争爆发 记者离境综合报道 我觉得有很多网友都会酸说 这不用兵推大家都知道战争的这个 产生的这个代价 复苏代价会很严重吧 但是刚刚听到了美国专家在说 他说台湾一定要有足够的武力 这样才能避免战争 但从这一点大家就觉得很矛盾 那这样子那为什么中国 他也在增强自己的武力 那为什么你就不说他是避免发生战争 而是说他们要挑起战争呢 美国标准智商矛盾 蔡委员您怎么看呢 今天的这场兵推 国会议员参加兵推是很少见 那这些国会议员是扮演 美国政府官员的角色 临场感受一下战争可能发生的 一个最简单基本的过程 因为这些美国的国会议员 大部分都是平民老百姓选出来 对实际上的战争的理解 是相当有限 所以美国众议院中国委员会 就特别找了外面的智库 设计一个简单模式的兵推 然后让他们感受一下 那从他们发言里面 我们可以揣测 而且直指核心 他第一个他说 贺阻失败 第二个最终胜利 第三个代价惨重 我们来说什么叫做贺阻失败 就台海战争美军打输了嘛 台军打输了 所以贺阻失败嘛 第二个就是什么叫做最终胜利 就是美国人把这个看家的老本钱 那种战略核子潜艇搬出来 那他觉得美军的核子武器很庞大 那所以我可以赌一次 那中国的反击一定很惨类 那因为美军现在核子 占于优势 他觉得最终美军会胜利 但代价惨重 到底美国有多少城市 会被核子武器毁灭 不知道 那整体来讲 看到他们说 那我们就应该避免战争 表示说美军事实上在兵推上是输的 就很简单 如果是赢了 他就鼓掌 叫嚣不敢 上一次兵推也是产胜而已 那产胜那就更不用提了 在什么都有个惨字 就是美军很惨 美国很惨 对兵推来讲 它事实上是一个模拟 就是一个模拟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兵推规模有大有小 有精细 然后也有这个很松散 那他目的在什么 他基本上最早的兵推的出现 在训练军官 实际的战场 后来慢慢扩大到了政府官员 就是已经从战术的阶段的兵推 已经升高了战略阶段的兵推 所以会有很多决策者的角色扮演 比如你扮演国防部长 你扮演参谋总长 你扮演什么什么的角色 然后遇到这个场景的时候 解放军发射什么东西 我发动什么战机 那两方面根据电脑模拟去计算 对不起 模拟去计算 去确定最后我几条船沉了 你几条飞机沉了 那这个过程要反复 它这个所谓花了那么短的时间 两个小时的时间而已 应该不是 我先来蔡委员喝一下水 我先来帮大家讲一下 这次呢兵推两个小时 刚才兵委员特别提到 以前的这个兵推啊 一般都是这个军事专家一起来 但是这一次呢 找了这么多国会议员来 当然很多人就会想啦 这是国会议员来刷存在感吗 这是在告诉这个国会 美国国会赶快啊 预算拨下来 赶快啊武器拨下来啊 让台湾赶快买武器啊 我们要赚台湾这一手啊 您觉得呢 欢迎大家在聊天室留言 告诉我您的想法 到底美国想干嘛呢 而且这一场兵推耶 只有短短的两个小时能推什么 表示这是不是两个小时就推完了 就已经结束了 这已经明白就是说 帮他设计这场兵推的那个智库啊 很简单的 早已经把在其他兵推里面的结果 缩小了以后 让这些国会议员来感受一下 就说你这两个小时 最后结果是美军会惨败 那除非你发动核子战争 那发动核子战争 不要忘记哦 现在中国跟俄罗斯结合在一起 已经全世界最大的核武集团了 所以你美国 这个如果把俄罗斯的因素再拉进来 那你拉日本的意义都没有嘛 没错 现在等于是说 好像感觉啊 世界各国啊 因为美国这样子 步步的紧逼啊 大家变成抱团了 分成亲美派跟这个反美派 但事实上呢 我相信啦 很多国家是想中立 尤其是欧洲 尤其是马克宏 现在他们都想要走出自己战略自主的中立 那美国不准啊 美国要你 你不是我朋友就是我敌人 但是我们说兵推 你推得到中国大陆解放军 实力在哪里 美国的情报真的有这么准吗 我们来看一下 中国大陆最近一直不断 我们听到很多新的武器 中国制造 中国研发 中国第一 今天我带大家来看 南亚最强铁拳头 好我们先来看炸药 中国湖20号 来看一下 这个中国湖20号 可能很多人没听过 来发射的时候是这个样子 这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超高性能的黑色炸药 那解放军说啊 这是人类史上哦 威力最强的常规炸药 威力仅次于核弹 科技的发展 核武威胁还有呢 就是像这种中国湖20号 它虽然不是核武 但是呢它的威力啊 仅次于核弹 那它据说啊 它比现在各种通用的炸药威力 高出40% 被称为第四代炸药 然后呢 它还可以作为导弹推进剂来使用 可以让导弹更快 等于是帮导弹加速的这个概念 让导弹呢可以飞更快 可以飞得更远 所以中国大陆的军工 其实美国在兵退的时候不知道 他们会把这些新型的武器啦 这些的飞弹啊 高音速飞弹啊都加进去吗 不会 他们就是以目前大陆上 现役的一些军舰跟飞机 比如说 歼20可能数量还不够 它就不会放在里面 可能只有歼15啊等等 那航空母舰呢 目前来讲的话 山东舰可以列入 那这个福建舰因为还没有服役 所以不会列入 它基本上是以现役的状况来 那中国大陆是不断的推陈初心啦 中国湖20号是一个 的确是一个展新型的一种黑色炸药 因为 早期的黄色炸药发展到黑色炸药 然后如果能够黑色炸药的做法上提炼出来 如果威力能够比原来的炸药再高出40%的话 那表示它体积更小 更小可以发挥同样的这个爆炸的威力 那或者是同样的体积可以 同样的重量可以产生更大的爆炸威力 那这个对导弹是很重要为什么 导弹如果炸弹药的话越轻 它基本上可以飞得越远 那如果是你同样的爆炸威力 需要用更重要的重量的话 那对不起啊 你可能光消耗在这个重量的再重量 就很大的问题 这些炸药要来作为导弹的推进剂 是两难 那如果能够突破的话 这真的是让人刮目相看 一些导弹的推进 有第一种情形用固体燃料 它基本上是采取这种涡轮的概念 不是用炸药 一般来讲让导弹推动的 就是用爆炸的威力 就很像子弹那种爆炸的威力往前推 那这个东西叫短距离的导弹 是可以用的 那长距离的导弹 一定要像飞机一样装上涡轮 那装上涡轮是用固体燃料 就不是用炸药来推进 所以如果是这一款应该是短距离 而且是威力很强大的这种炸药 很适于做反舰飞弹 因为反舰飞弹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要打那个已经非常靠近的航空母舰 那就非常有用 因为航空母舰的甲板很庞大 如果一般来讲 是如果不能用核武多 有时候要打航空母舰 几颗不一定打得出 川普都打不成 但是如果是有这种先进的黑色炸药的话 那就可能就不一定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 中国大陆的坦克出口 这个算是近代以来 最庞大的一笔订单了 这是VT4的坦克 你知道吗 为什么这个巴基斯坦 一口气呢 尊中国大陆订了 据说他们现在有将近千辆 这个中国坦克 因为超过短 CP值又高又好用 巴基斯坦呢采购了680辆 这是最近的一个订单 30亿美元 据说呢为了让巴基斯坦 可以客制化 给他们防护强化版的反应二附加装甲 爆炸反应装甲 还有顶部装甲 然后呢算一算 单价呢一辆坦克440万美元 甚至比卖泰国再便宜100万美元 一部坦克440万真的很便宜 现在不管是鲍尔坦克 或者是卖到乌克 鲍尔坦克是德国的 或者美国的爱布兰坦克 然后动不动就是700万啊800万的一个美元的价值 等于半价 将近 因为有个说法 巴基斯坦是中国的巴铁 就是铁杆的兄弟 铁杆的兄弟怎么可以算太贵 就不能赚钱了嘛 搞不好还要倒过来补贴一点 这个跟中国的作风 跟美国不太一样 美国说哎呀德国你是我铁杆的兄弟 你现在缺天然气 我卖你四倍的价钱 表示我们真的好兄弟 就是美国人跟朋友相处之道 那中国人跟朋友相处之道不太一样 哎呀这个兄弟朋友来了有老酒 兄弟来了就打折扣 对不对 财狼来了我有泪枪 所以巴基斯坦对中国的军务采购 有几个很大的优势 第一个中国一定打折吧 打到骨折卖给你嘛 第二个更重要就是 你没有现金啊 我借钱给你啊 借钱给你要不要利息 政治也这么闭着眼就算了 对 巴基斯坦为什么这么大的庞大的武力 他真正的问题是在 巴基斯坦跟印度老是搞不好 那这原因臭重复杂 其实我们中国人 我们有时候也搞不太清楚 那最早其实是因为 什么伊斯兰教 什么印度教 很多的纠纷在里面 又有 其实他们人种是一样的 民族都很接近的 那可是会闹成这么一个 除了宗教问题 历史问题 那后来因为领土争端问题 那很多的战略利益问题 对跟印度 那我们 所以中国的政策基本上也很清楚 原则上大力支持巴基斯坦 但是也不期严重得罪印度 所以你看每一次有边界战争 我们不要打武器 我们大师都在对打 回到石器时代这种部落战争 就表示中国这种克斥 而且中国对印度是相当相当的克斥 明明中国打赢了 最早最早那一次一个印度 跟中国的边界战争 人民解放进去把印度军队打趴了 可是毛泽东下令打赢了 撤回来 表示我们还维持原状 那你印度好好去康复了 所以表示说中国也没有必要去把印度 把它炒成一个非常有敌意的大国 但是对于巴基斯坦的支持 不遗疑 那至于你们两个最好弹劾 不能弹劾你要打仗 那我也没办法 所以在巴基斯坦 因为在那种印度跟巴基斯坦中间是一个大平原 所以很适合坦克作战 可是我们一般人有比较有错误的印象 我们总觉得印度的文明发源是印度河 对不对 可是印度河在哪里 不在印度 在巴基斯坦 原来是这样的 所以中国其实就是展现 他的这个军武大国的实力 但是朝着和平的方向来前进 那么最近美军不是又泄密了 说中国大陆有这个无针八超音速的这个飞机 说是飞行速度的三倍以上 说可以增加这个征收能力 引发了美方担忧 我们现在来看一段短短的CNN访问 然后等一下广告回来 我们请我们的委员继续分析 好欢迎我们的粉丝朋友们 如果您刚加入我们的话 我们聊天室啊 欢迎大家多多留言 那也希望大家呢 能够动动手指来帮我们按个赞 还有我们的频道 免费的动动手指 给我们最大的应援 帮我们订阅起来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谈中国现在呢 等于是外交大展开 中国中方呢派人到俄罗斯去 然后呢 好多国家来访华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4月19号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旁边第一夫人彭丽媛 以及呢 非洲的嘉鹏总统 邦哥 野夫人都来了 这个其实是非常有指标性的 代表呢 中国大陆跟非洲的距离未来的合作 会怎么样的更上一层楼呢 其实啊包含了南美洲 包含了非洲 都是美国一直很想要拿下来 很想要让他们就是 你们就跟我成为盟友就好了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中国给他们 他们最想要的 第三习近平的第三任期呢 首接待非洲领袖 第一位就选嘉鹏 代表呢 嘉鹏这个国家 对中国未来呢 的这个计划是非常重要的 习近平主席呢 直接告诉嘉鹏总统说 目前中国啊 我们在推高质量发展 中国是现代化 非常符合你们嘉鹏 所需要的 新新嘉鹏的战略目标 然后呢又提到了 我们很支持你们哦 走你们国情的发展道路哦 你不用跟着美国走哦 你不用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哦 愿同家方加强战略对接 其实最近的访华的一些 习近平主席所提到的论点 都有很多跟战略对接有关 好同时也提到了经济面 好一带一路 然后呢打造对应气候变化的 南南合作样板 好中国跟嘉鹏两个国家 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首先中国是嘉鹏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光是去年哦 嘉鹏跟中国的贸易额呢 45.5亿 虽然说这个数字 你看起来好像 跟很多国家来比没有很高 但是呢 这两国的贸易额 已经增加了51% 尤其是嘉鹏出口到中国 其实是比较大宗的 石油木材还有猛 那中国大陆出口到嘉鹏 就是跟加工制造有关 所以呢 蔡委员未来呢 这个中国大陆跟非洲的这个 的一些以前都是到 比如说肯亚啦 去帮他们来盖铁路 你要铁路帮你盖铁路 要港口帮你盖港口等等的 那未来是不是会有一些 更不一样的新的这个合作 在谈嘉鹏之前 我先谈一下中国那个 超音速的这个无人机啊 一般来讲我们想什么叫做音速啊 音速大概每一个小时 是1225公里的时速 就是你一个 一个运动体啊 不管是车子飞机 如果能够时速到1225公里 哇那是很高的一个速度啊 比现在很多飞机都还来得快 就可以怎么样 就是音速传递的速度 它就有个特殊现象啊 就是说 当你越离地面越高的时候 它的那个音速的速度会越来越下降 音速因为空气稀薄 所以速度越慢 所以到了高空的时候 通常大概时速大概 1000公里 就已经到达音速的标准 那什么超音速呢 就是你的飞行速度 超过这个每小时1000公里 这样解释就很清楚了 了解 那超音速呢 如果到 3马赫什么意思 就三倍音速 就是说跟音速一样 快的飞行速度叫1马赫 那如果到3马赫 那就是很快的超音速 如果超过5马赫 现在被称了个新的名字 在极音速 所以中国现在 他刚才报道的时候 有到达6马赫 那我只能吓一跳 因为超过5个马赫的以外 现有的雷达系统 它和所谓的这个 所谓反飞弹系统 飞弹系统 大概都打不到 拦不住了 因为你侦察到的时候 它的速度已经让你打不到了 这个反应速度 没办法到那么快的一个状况 所以美国会很担心 就是说 如果这个无人侦察机 到了这个 即使查打一体 可以侦察也可以攻击 这个8号的这个 无人机已经到达了 他刚才讲说 可能到达了6马赫 那我真的会吓一跳 已经到极音速 不是超音速了 但是一般的侦察机到2马赫 到3马赫是有的 而且大部分都是 有人机 那无人机 到达这么快的速度 那是令人刮目相看的 那所以当然美军会紧张 因为它表示说 西太平洋的范围里面 中国大陆的解放军 用无人机就攻击得到 而不一定要用导弹 而且无人机有时候 成本又会比导弹便宜 这是个很特殊的现象 那回过头我们讲加鵬 加鵬是像非洲 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 因为什么 它的平均国民所得 超过一万块美金 这个在全世界的 或者应该讲非洲国家 是很少见的 它几乎是比非洲国家的 平均国民所得 大的快四倍 大的快 是因为他们有石油吗 对对 因为早期有石油 现在石油开采越来越少 又有其他的矿产 再加上它经营上 还算稳定 它的人口只有250几万人 不到300万人了 那这个国家有个跟非洲国家不太一定 不太一样的地方 它的政治高度稳定 先任的总统 那个就是前任总统的儿子 前任总统的儿子 世袭啊 不是世袭啊 中间有稍微选举一下了 但是他就是什么呀 他就是把原来的 他爸爸把原来的好几个政党 那因为他取得政选以后 就强迫几个政党 并成一个政党 所以就由一个政党一直执政下来 那他这个在非洲国家 普遍非常腐化的情形底下 加蓬在腐化的状况 算是相当好 跟左右邻居比 那简直 政治稳定 政府我又不敢说他很很很连结 但至少比其他腐化状况来的好多 然后他内部又没有民族上激烈的斗争 他大概都是班徒人 然后他开展了十有以后 不像很多这个当政者 就把很多东西 拿到自己的口袋里面去 他也拿出大部分来发展民生的事业 那他了解到就是说 现在要跟中国加大了 其实一直都跟中国非常的友好 对 但是想要越来越好 他越来好 所以中国也在加蓬设了鲁班学校 就是说教他们这些 工艺技能的 什么文学艺术 但是就是给他很多比如 有点像武专专科的概念 对对对对 大概修车子 甚至修火车 很多的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技能 所以加蓬跟中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密切 那没有错 中国是很多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那当然也是加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而且他也是中国在非洲地区 一个很重要的稳定的朋友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现在习近平主席担任第三任的主席以后 第一个非洲来访的友邦国家就是加蓬 跟这个就有关系 没错 其实就讲语言通了之后 你看大家都在学习 这个鲁班学院 里面学习技能 你知道吗 做生意就变得容易多了 中国大陆用这样的策略 就是进入他们的当地地的社会 跟美国就不太一样了 光是这个撒钱是没用的 买不到人心 好 接下来我们短短的来告诉大家 目前俄罗斯的外交也出招 而且只要踩到南美洲 美国就害怕 因为现在外交翻车 首先我们来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 这是李尚福他到去访问的时候 在俄罗斯 见到了萧伊古等等的 包含了普丁都见面了 那同时大家就在分析 那到底这是什么样的用意呢 毕竟这是中国大陆的新上任的 这个国防部长李尚福 他去见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丁 他同时就先大赞 他说普丁就是一位 非凡的国家领袖 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是李尚福他的论调 你看跟普丁坐在这个位置的距离 又是缩短了 再怎么你知道吗 大家都说马克宏啊 还有萧茲 大概是跟普丁坐的距离最远的 同一张桌子 另外呢 李尚福啊 其实他被美国列入了制裁名单 所以呢他访问普丁 访问莫斯科的期间呢 莫斯科给他非常高规格的接待 其实也是有政治意义的 俄罗斯等于是在告诉美国 你看哦 我们跟中国的合作不是外交而已哦 还有军事层面 因此呢 法国的战略基金会的政治学者 邦达兹 他就认为说 这显示俄罗斯可能加快对中国军事 技术转让的这个步伐 好这个也是中国大陆其实非常想要的 其实中国大陆很多的技术 俄罗斯没有的 俄罗斯有些技术 中国大陆没有 因为军事科技有个很大特点 他不会去申请专利 他不会随便去卖给别人 所以即使像美国英国这么好的国家 你英国很多的军事科技也不会转移给美国啊 美国一样啊什么都留一手啊 那中俄之间其实也有这种情形了 不会说完全坦开了 我把所有的技术都告诉你哦 但是有个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现在俄罗斯 急需要扩大军工生产 他这一次俄乌战争给俄罗斯很大的教训 临时才发现说 我的精确精准炸弹不够用 我早就会了 可是我没有大量生产 然后我很多的武器 我早就研发出来的 可是我没有进入什么 足够的库存 所以俄乌战争打了 用台语和敏南语的绿绿浪 2266 被大家嘲笑 可是后来一直赶上来了 那他这里面需要中国什么 第一个 需要中国的军工生产设备 因为他必须要扩厂 那叫军工生产设备 要大量生产 对是很容易坏掉的 因为一直加班赶工嘛 你也知道很容易坏掉 所以第二个 他需要中国很多的零部件 尤其中国大陆有个发展特色 很多的零部件军民两用 非常普遍 所以规模非常的大 然后同时成本非常的低 对俄罗斯看在眼里面 我民用的不行啊 我什么时候都搞军工的 所以成本都变得很高 那我现在要大量生产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这一次李尚福访问俄罗斯 你只要直觉就知道说 他的专长是什么 他不是指挥军队的人出来 他基本上 他当然是军队指挥官 不过他一直做的是装备部长 他是装备部长被升上来 当国防部长 这样就非常能懂了 对对对 他并不是什么参谋总长 什么战区指挥官 不是 他就是装备部长 所以他不是跟你谈战略 他跟你谈装备 对 所以军工生产在中国大陆 他是第一把交椅 那烧衣谷呢 烧衣谷在俄乌战争开始的时候 一方面管军工生产 一方面管军队指挥 那搞得普丁总统很不满力 所以就下令 你不要给我管军队指挥啊 你给我专心搞军工生产 所以你看到很多新闻里面 烧衣谷整天就看工厂啊 他害怕说物资供应不及 到时候普丁会怪人的 所以他也负责军工生产 这两个国防部长都是军工生产出身的 请问你 他要谈什么 谈风花雪月吗 当然直接谈军工啊 谈这个长江黄河吗 当然不是嘛 就谈军工生产 怎么合作呢 我缺什么 你给我什么 你缺什么 我跟你交换什么 而且我要做我的俄罗斯的武器 很多很多技术 你中国不会 那你要帮我忙 你也帮不上忙啊 所以我就干脆把这一部分的技术 转移给你大陆 那中国大陆来讲呢 他要生产的时候 他也有独门的生产的技术工艺 技巧在里面啊 那他也要让这个俄罗斯知道 我怎么帮你制造 所以在这一部分的生产系统本身 两方面的军事技术 就可以交流的 所以那一位媒体记者的评论 是可靠的 因为他很了解 这是个军工合作基本的原理嘛 那对于中俄两边 之所以以前军工生产 没有交流的机会 谁让他有交流的机会 没人婆就是拜登 那这一次的访问 当然也有点说 俄罗斯想打中国牌 打给你美国看 是 李上福 李上福不是被你制裁吗 你看来 我们用最大的仪式欢迎他 所以很少看到说 国防部长出访的时候 俄罗斯摆出那么大的场面 军队仪式什么都来了 你下载中天新闻网APP了吗 我想和你分享一个 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很重要的理由 专家说美国要把台湾乌克兰化 右大陆打台湾来牵制大陆发展 这些绿媒不会告诉你中天会 如果你不要战争要和平 你需要正确而且权威的 国际资讯和情绪分析 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和我们一起守护台湾 多一个下载就多一分力量